嗨 大家好 这是李他叔叔简易八歌学和弦 这是小幸运的第三集 应该是最后一集了 这集讲什么呢 这集我要讲就是 有一些和弦它彼此之间是有替代关系的 所以你不要太纠结 就是说比如说这首歌 你在这个谱上看到是这样写 那个谱上看到是另外一样写 它必然有它的道理 除非写错了 比如说以卡能为例 比如说就是第三套 它是卡能进行 这个E有时候也会变成三 minor 那有人就说老师那到底是E还是三 minor 其实都可以 首先你要了解E它的主成音是什么 C和弦就是抖弥搜 就是以三无 那三minor呢 三minor就是三五七 三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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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咪 手 咪 好 一三五跟三五七 是不是很近 一三五 三五七 三跟五是一起的 好 就一个一一个七不一样而已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三五的一级和弦 三五七的三minor三级小和弦 它们其实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替代 那有人就说老师那你这样讲是不是一大堆都可以互相替代 也对也不对啦 但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太纠结 甚至你弹到一半就弹错了 就是有时候你弹三minor 有时候弹E都没关系 第二 minutos 说三十三 六minor 六minor 三minor 三minor 四四四 这一次我弹三minor 然后是二 majer 然后是五 一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剛七 六minor 六minor 三minor 三 minor 四四四 这一次我弹一个一 然后十二 Maj 他会有多幸运 好 就是说他彼此有一些可替代关系 那 比较明显的是这个地方 有时候你也不能说 那你说一和四 一个叫做 do miso 一个叫做法拉都 这个不行 do miso 跟六 minor 你看do miso是 一是do miso 六 minor是 la do mi 你看又有do又有mi 这两个的彼此替代关系 就没有那么明显 好像讲了跟没讲一样 是不是 就是 其实很多还是要自己体会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太纠结 是可以互相替代 而且 你甚至可以改变它一些 只要你觉得合理好听的话 好 那现在我讲一下就是 这首歌你唱到 他会有多幸运 这时候你 你中间你不能这样扫 有点无聊 所以你要 弹一个像间奏一样的东西 这个其实我以前有某一堂课讲过 所以你可以按我的头 到我的 以前的视频里面去找 我有一个系列叫做 不会只弹 假装会只弹 就是 因为我是不会只弹吉他的人 但是我会在和弦进行之下 弹就弹和弦的音 然后偶尔加点装饰音 它就有点像只弹了 这个讲的有点废话太多 我直接示范好了 它会有多幸运 你看我刚刚那一个 那一段 好像只弹吉他一样的间奏 其实我就是在弹第一段 的和弦进行 只是我一面弹的时候 我一面想的歌词 一面想的旋律 所以我虽然弹的音 跟旋律不太不一样 但是又会有点像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点像 第一个 我的节拍跟它很像 我就这样 就是节拍有点像 第二个呢 我的旋律的音的内容 也有点像 那你说我怎么这么厉害 知道是哪个音 其实我并不知道 但是因为 写一首歌 其实它的旋律 就是它的和弦 组成音为主角 然后一些修饰音 当作配角 所以 也就是说 你怎么弹 都会很像 就算不像 它也是差一个三度 比如说你看 它应该是 对不对 它是 我还弹不出来 但是 就算你弹的不是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知道 是三弦 那我就故意不要弹三弦 我就弹二弦跟一弦 即使不对 不一样 即使不一样 但是它还是很像 第一个 因为你的节拍是一样的 第二个原因是 它就是和弦的组成音 就算不一样 人家以为你是故意弹 改编的和声版 听起来更厉害 其实 就不要纠结在这个事情上 那 是不是只能弹第一段 你也可以弹副歌 弹副歌的和弦进行 更妙了 副歌和弦进行是个卡农 所以 它会有多幸运 它会有多幸运 就是这个和弦进行 而且我甚至这个二major 7 我都忘记了 我弹成标准的卡农 不是这个改编的 老样子 它也会有点像副歌的 因为我弹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副歌的节奏 刚好就是 好 这时候问题来了 你如果 想要 模拟一下指弹 那你就 不能完完全全就弹和弦内的音 你得加一点点装饰音 然后去蒙它 看能不能蒙对 看到 知道吗 当然它有一个 基本原则 就是 低下一定要跟音一定要弹 或者跟音要常常弹 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弹跟音 但是我低下一定弹 一二三 我四又弹了 管它 你不要纠结这个事情 好啦 就是你为了这个 你只要弹出这个音 你就会更像这个节奏 你看 我其实 我只掌握了 后面就不管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全部 从头到尾都弹的一样 从头到尾都弹的一样的话 人家以为你在只弹吉他呢 那这样的话 有个后果 就是万一你一弹错 就很明显 那像我这种弹法 就没有所谓弹错的问题 因为 整首的歌都不一样 我怎么弹 我就没说我要对了 所以你也不能说我是错的 对吧 好有哲理的这句话 其实重点就是这个音 我觉得 这首歌的间奏 如果我们要弹一个简单版本 就是不要看谱的版本 就是这个音 这个音 后面就随便了 他们监奏以后还要接回来 可以神秘兮兮的这样 停一会儿 好 神秘兮兮的停一会儿 要停在哪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停在一级 就是C和弦 好 神秘兮兮兮的 这是可以的 好 还有一个选择是停在五级 停在五级的7是更好的 什么叫五级的7 我看一下 就是这里 第一段的倒数第二个和弦 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很美妙的概念 就是说我希望你们有机会 或者有缘分的话 你可以理解 就是 一个7 数7和弦 它都有一个倾向 是去到它的四级 哇 这句话很深奥 这句话很深奥 就是 一的四级是谁 就是四嘛 对不对 我们先举这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那我看一下 这个第一段的最后一个尾巴 是一个E 然后到了第二段的第一个是一个4 所以这个E呢 你可以弹一个E7 它就会更想要去4 我现在做一次示范给你看 我从这个六慢的开始 从六慢的我还不会 从头开始 你听这个 E7 你一听就想 你看这是一个E 然后这是一个E7 我现在来让你感觉一下 如果我弹到一个E 结束 它就很想结束 但是如果我停在一个E7 就E数7 就是C7的话 C7的话 它就很想要去4 就是F 你听听看 这个感觉 我弹一个简单一点 4 4 4 5 5 1 这就想要结束了 对不对 好 我现在最后再 我再一次 但是这个E 我弹一个E7 4 4 4 5 5 1 听到这个音 这就是我小指 压在这个地方 就是C7嘛 你听到这个以后 就会想 想要 我们再试一次 看你有没有的感觉 没有7 很想要结束 有一个7 想要去4 好 为什么讲到这个 我现在有点担心 你听不懂 我好紧张 如果你现在觉得 可能听不懂 你就把这个视频 先收藏起来 你过一个月 过五个月 过一年 两年以后再看 你都会有 忽然会有一个收获 我会打通 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也不一定要指望 现在就把他们懂 讲到我耳朵都痒了 好 我刚刚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当你solo结束之后 不是不是 当你的肩奏结束之后 你要停在哪里 神秘细细的准备 接下来往下唱 我不是说可以E吗 也可以 E的话就是 不是 不是唱 是肩奏 你不要停在E7 因为这个E7 就是要去4了 也可以 你停在E7看看 你看我 发现了吗 如果我停在一个E7 我接下来唱就直接唱第二段 为什么 因为第二段的头是一个4级 E7 又很强烈的去4级的欲望 你尝试去感受这个感觉 好 那 我有一个跑题了 我现在想从第一集开始唱 所以我可以听到E 也可以去一个5 好 你看我刚刚那个5 5到E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 E是5的4级 想个办法让你理解 1 2 3 4 所以1的4级是4 5 6 7 1 了解了吗 1 2 3 4 5 6 7 1 所以5的1 2 3 4 5的4级就是1 所以你弹一个5的7 就会很想要去E 这是一个E 我弹一个5 7 就这个音是7的音 好 哎呀 这档课有点 有点深奥 但是 哪一天你忽然忽然开朗 你就觉得一点都不深 你反而会觉得 理想叔叔实在太啰嗦 这么简单道理要讲个16分钟 好 我们这档课也不总结了 我建议你 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多看几遍 我相信对你一定会有帮助的 如果当年的我看到这个视频 我会感动的 非常感动 那如果你觉得对别人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转发给其他需要的人 这个视频比较针对于 弹吉他有好一段时间的人 就是说 他可能都会看谱了 也会弹唱了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记忆谱 不知道几数的概念 不知道和弦为什么是这么设定 不知道为什么和弦还可以互相取代 OK 那如果你哪一天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然后你又想支持我的话 你可以按下面的赞赏 给我一块钱 如果觉得没帮助的话 就不要赞赏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